他們放到辦公室都還要一米五還是多少吧,有時候要倒兩公尺 那這要幾年? 人家早就在五年前就投資了 培育了很多的苗湖 對,然後關係打點好,我們打著炒作 然後這一波的那個什麼,櫻花的那個是炒作的 然後炒作之後,政府就來講一個什麼 我們民眾都很喜歡櫻花,然後就開始很多的書就會移掉,然後開始種櫻花 像我們台中市,那個長葉蘋果長得很大 然後多櫻涼,整排的長葉蘋果全部都花掉,然後種一顆一顆小小的櫻花 你說你有在投書這件事啊? 有啊,不過我寫啊,寫在自由時報那個自由廣場 我要用什麼搜尋,才搜尋到你那片門 戶數聖直樹,或者自由廣場那邊,好像是3月12號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3月12號的投書 所以你認為這個不是他們不會修術? 其實我講這個其實不是我一個人講的,是我的老師 的老師 我們的老師跟楊老師已經講了20年,我只是在 在做一把而已 其實這很多是確定是我的秘密 像以前的黑板書跟小愛蘭的都是同樣的案 為什麼到處會種的都是黑板書,到處都是種小愛蘭 都是很久以前就有人知道了 然後大量種,然後開始跟這些官員講好,通過台中 他們是想要把這些都招死,才可以再招養 然後當我講完的時候,講那個櫻花這個陰謀的時候啊 然後就有人在問說,那他們下一波在炒作什麼 那我說我不知道 我說,我們如果想要知道的話,可以去那個 去一些我們中南部的苗木培育的那個農場 去看那個小苗,小苗是什麼 然後你就可以預估三年後,就出現什麼的 所以你以為那個什麼,在都會去裡面這些行道樹 不搞瞎搞,你以為他們是笨蛋嗎? 對 他們難道不知道這樣會法術的東西嗎? 想要知道,就算你不是學植物的,也不是學園藝的 用膝蓋想要知道那個樹會不會真實啊 呵呵 哇… 是… 很清算 是… 會很清算 是… 有…